廖長 剛才我們跟Raymond談到 高等院校原來其實香港的大學很有吸引力 而且都很進取的 經常搶人才 要搶一些內地研究生來香港讀書 還有Tasting Course給他們 但你所理解 內地研究生喜歡香港哪些學科 其實普遍的衝過來都是讀雙科 因為香港整個形象上都是金融掛鉤的社會 出到來的就業 百分之七十幾的行業都跟金融 或是跟銀行 保險 這些相關 其實你說過來選擇 最熱門就是雙科 因為很多學校普遍來說都會開的 但你說選擇雙科 雙科難度很高 即入學的資格 是嗎 你現在看到所有院校 除了教大沒有開雙科之外 基本上就包含了 連朱學學院都有上課 而且都很爆 你說都不相信 朱學院有 你可能沒什麼留意 我沒什麼留意 他們可能差不多有五六十人競爭一個 Master Code 所以你說教育可以產業化 你說這是指日可待的事 最近新聞說我們Bachelor都要從百分之二十開放到百分之四十的 新聞說的 十月就會知道結果 但我覺得一個好的趨勢來的 你想想美國這些教育這麼先進的地方 他們做得好的都是私立大學的教育 你想想整個暑期班 如果你暑假的時候 我看到很多朋友說 我要去哈佛 我說你去讀書進去 不是 我去那個游學團 去那個RMID Drum Hawkins 不便宜 去那裡兩個星期 差不多花了八萬元 這些真的可以產業化 但你可以讓你游學 不代表你可以進入學 但是我想一個名利雙修的 因為你錢來了之後 學院主假的時間比較有空 你知道要政府的研究經費 不是每次都要得到 你說到這一層 我們在香港大學 科技大學都能上到一百大 有沒有機會可以做到這些產業化 真的兩個星期收到別人幾萬元 可以嗎 首先來說幾萬元 因為幾萬元收到之後 第一來說 你給別人過來 了解多一點的時間 因為你要說 你變國際大學 你不是關門 現在有很多大學 你知道 經過19年之後 現在還要進去 要門 要錄卡才能進去 你也不是那個學生 你怎能進去 海外 你看哈佛 MIT 你被別人感受 學校園進去 好像景點 沒錯 你又會不停有曝光 有草地 有咖啡店 但你搞這些 短課 其實是 是一個拿經費的 特別 你說有些什麼科目 你民學院那些 社科學院那些 很難研究 你很難拿到研究經費 不同 那些 搞科技那些 你那些可以有些企業去拿到 那我覺得 我就值得他建議 這些大學裡面的文社科 去多做這些交流 還有從這個過程裡面 游學的過程裡面 你都可以跟一些學生 你未來可能選 你們學科學院的學生去接觸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 即是 是一個 很好的互動 對 非常好的互動 這個時候我要看看鄧飛議員 在Policy的那個角度 有什麼可以搞呢 有什麼可以推動一下 政策局去研究一下 如果你說這些大學的游學團 其實零星落索都一直都有 只不過有時候 未必用游學團這個名字 即是開講座 對 有幾天的體驗團都有 我所知道中大 我所了解中大 成大都有 那些免費 那些怎麼會免費 一定要收錢 因為你燈油火納 大學都要出錢 這個也是大學的 招生其中一個 但他們可能是個別這樣做 有些學系 有些有做 有些沒有做 還有都是以科創的學科 多些 社會人民的 真的少 真的未聽過 我所知道的 基本上都是科創的 科創的 其實本來科創 是不優秀生的 尤其對內地 都是不優秀生的 但他們會更加積極 社會人民的 我真的少聽過 我不敢說沒有 但我真的未聽過 但有沒有潛力呢 有的 香港經常說是科創 但內地理工是科創 文科就叫做文創 內地文創 都是一個很大的產業 所以其實有的 有吸引力 怎麼會沒有吸引力 一定有吸引力 只不過香港有時候 怎麼說呢 太急功近利 有些事情太想當意 以為社會人民 文科沒有 怎麼會沒有 你試試一個人民學院 一個文學院 搞一個作家工作室 搞到好像愛河華大學 一個作家工作室 一定爆 北京師範大學 頂尖級的名校 人家就是從愛河華大學 就是作家工作室 一起合作 香港也沒有 其實香港的人 有機會知道這件事 為什麼呢 舊的中文科課程裡 白先勇的課文 提過這件事 白先勇其中一個理想 香港就很想去愛河華大學 去學這個作家工作室的課程 所以香港人反而會有機會知道 內地的朋友未必知道這件事 但我們就沒有做到 基本上我覺得這件事 是很可惜的事 要不需要政策 其實這些遊學團 不需要有什麼政策配搭 但要資源上面的支持 如果是產業化 就不是資源的支持 就是需要大學自己 去設計這些program 或者大學跟民間團體合作設計 商業、商界等 至於政府可能會做多些宣傳 做大衛的宣傳可以更好 而且也不要只瞄準內地 其實東南亞 東南亞要六千萬華僑 我們是中西文化交流中心 就算內地的同學來到香港之後 他都想多些了解外面的世界 海外 而不是入到校園之後 全部都是內地的同學 他都可能會失望 他一樣會覺得失望 不如回到內地 沒錯 反過來 然後我們是否要對 至少你對標是東南亞 而且傳統來說 東南亞的華僑都喜歡來香港讀書 都喜歡來香港讀書 如果你吸引到這派來的 其實國際化 就會更加相得欲張 卓Sir 看不看得好這一個 絕對看得好 正如Rainman所說 我以前大歐洲團的時候 其實在英國那邊 一到暑假有很多遊學團 其實真的值得鼓勵 我覺得好像可以連合大灣區 我們經常說旅遊遊是一情多站 可以連結九加二城市去做整個計劃 是延伸大家旅客的留港 以及留在大灣區的日數 其實這個我不知道 我旁外人 但我聽下去 我覺得可以連繫大灣區頂尖的大學 一起和香港的大學 一起搞一個這樣的遊學大灣區 好像上幾天 我去HKDI 他們的設計學院 本身就是一個很有趣的建築物 所以去參觀這些學校 對學生也有幫助 因為可能發現自己 原來是喜歡設計的 於是他就會轉進職業培訓 這條路也不頂 因為他們設計師 他們是世界級的 如果正常讀傳統學校 他真的成績未必得 你問怎樣看 但一去到那個位置就很好了 所以我覺得 現在不只是開放給內地 在香港也是 以前你去檢科各方面都好 現在DIC放不放 最近很多人都問我檢科的事情 但其實他檢科 我說你有沒有去大學了解過 有沒有去上課 上什麼 其實不知道 純粹在官網的樓纜 我覺得 對於大學來說 你就會走得比較 當然我沒有明白 香港的大學 你知道是看Paper的 即教授 這些事情做完之後 有什麼得著 我問你沒有 沒有得著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由上而下 去改革 起碼在大學上面 去認可這件事 然後教授才會做 不是的話 其實做完之後 就會覺得 跟我發Paper 沒有關的事情 你就不要做了 對 業界也要做多一點 他可以設計一個這樣的崗位 例如Poly 我們待會回來再說 OK